哈囉大家好 我是懶貓 今天呢 非常特別呢 來要錄一個開箱影片 這是我很少接觸的環節原因 是因為我收到了一個包裹 非常神秘的影片 非常的豪華 走 我們就來開箱 我收到的這個包裹呢 它長這個樣子 非常的豪華 還有一封信 我們先來念一下這封信 它寫的什麼 這封信呢 它是來自於二之國交錯世界 它寫 親愛的懶貓你好 我是長期觀看訂閱 並且早就開啟小力量 唉唷 吃貨 你知道你是實況界臉最黑的粉絲 AKA二之國交錯世界的廠商代表 Kage In 不是 實況界臉最黑的明顯是 不可能看錯台 可能看到大碗台 他說這次冒昧的寫信給你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二之國交錯世界呢 在2021年的4月14日已經開放 事前預約了 這一款呢 是一個在手機上面推出的奇幻冒險RPG 除了有吉普利的畫風 加上90浪大師的配樂 哇 90浪大師的配樂 還有許多神級的聲優參與配音 例如神谷浩史 花澤香菜 幽木碧 內田真理 三森林子 大總名夫 哇 好猛喔 進駐 臉不黑心不茫 信首年來揭示神卡 在二之國等待你力臨的影 很可愛的一封信喔 來自Kage的 這一封信以外呢 他附上了一個二之國的禮物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箱子 第一個 他這個是 機票耶 裡面還有一個敬衛兵的時裝兌換券 他還有一個護照 要出國一定要有護照 要去二之國要有護照 做得很用心 來看一下裡面還有什麼 哇 超猛 給各位看一下 他裡面是遊戲的畫面 然後還有超級吉普利畫風 他後面會有一段是記事本 然後這邊會有很多場景 哇 超級多張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有票卡夾 可以用在行李箱上 然後有一些周邊 這個是吊飾貼紙 你可以貼在自己喜歡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知道 裝你的衣物的 有沒有 那種袋子 然後它是配著不同的角色 像這一個是工程師 Engineer Destorer Witch 哇這個特別小的 所以它每個大小還不同 然後這個是Storman 劍士 Rogue 所以呢盜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遊戲 到底長什麼樣子 以及到哪裡才能預約吧 在剛剛呢 我們已經看完那個 我的小小的這個開箱 也看得出來呢 二之國交錯世界喔 在還沒有開始上市之前呢 這個旅行箱呢 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用心喔 光是看到就覺得 哇真的是為之震撼 說老實話啦 懶貓我自己玩了過這麼多遊戲 也收過這麼多廠商的宣傳品 二之國交錯世界的宣傳品 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後 我就整個是很驚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本來當初是打算要在 我的電腦桌前面去做開箱 我看到那個箱子裡面的東西 跟每個東西它這麼精緻以後 我就馬上跟公司要了腳架 我們去傻巴那邊開箱 因為在那邊開箱 才能夠把這個箱子裡面的 所有東西都展示給大家看 而且即使是這樣子 我還是覺得在電腦螢幕前面的你們 沒有辦法看到它到底有多麼的精美 不過沒有關係 接下來呢 二之國交錯世界的這個營運呢 他說他給我們一個 製作團隊的訪談影片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而且我還要帶大家進到這個二之國呢 來 大家好 好我剛剛看完製作團隊的這個訪談的影片 我覺得他有一句我超級喜歡 他說我可以保證這款遊戲是我們開發團隊所有人一生中最愛的遊戲 因為他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神跟時間去做 而且裡面有一個角色叫蓬蓬 他會把一個鴨子的這個嘴巴戴起來 然後假裝自己是個鴨子 這個角色我覺得尬的這間一定會超級超級喜歡 光是看他這個訪談的影片 他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畫面 真的是完全讓你感受到這個吉普利的風格 真的是哇我只能說深深的被打動 他已經超出手機遊戲的範圍了你知道嗎 好猛因為他有好多小遊戲可以玩 我剛剛看到他有一個角色在放木把 然後還可以跟朋友剃圖球 而且BGM也超級超級超級好聽 完全就是一個進入到吉普利畫風的世界的感覺 天啊這個好猛喔這個這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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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 有點講不出話來我有被嚇到的感覺 色雷涅森林喔有一隻大鯨魚在上面 吉普利的畫風完全就是讓你很輕鬆很溫馨的進入到這一個世界裡面 這個BGM這個音樂真的太厲害很震撼 真不愧是我們的舊師浪大師喔 BGM讓你直接進到採礦的地方的感覺 地板到很多黃金 說真的我真的超級愛吉普利 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甚至還有去過三陰之聲的這個吉普利美術館 他的動畫超級流暢 難怪這個美術總監會說他們花了很多心思在動畫之上 真的非常非常的猛 有看到嗎他有一個畫面可以騎著大貓到處跑耶 應該是坐騎相關的 哇這個好可愛好開心的感覺喔 喔可以建造自己的放牧區耶 他把羊帶進來太可愛了吧 好舒服還可以踢足球 暢陽在這種吉普利的風格跟這個畫風的這一種舒服的遊戲風格裡面 就是喜歡只能說喜歡 太愛了沒有什麼其他的用詞我好用上就是喜歡 相信大家都已經跟我一樣很期待這一款二之國交錯世界 我們來看他的官方網站喔 直接去看一下他的動畫有多麼的流暢 那我們也可以點上參觀二之國 這遊戲裡面的世界觀呢是主角透過虛擬機器呢進到了遊戲世界 殊不知道那個遊戲世界呢是真實存在的另一個世界 有沒有有點類似我們很喜歡的那種小說跟漫畫那種題材的感覺 進到另外一個世界也是我覺得大部分的玩家在玩NORPG的時候最喜歡的一點了 好在這個二之國裡面的角色是有一個現實世界的模板 跟一個在二之國世界裡面的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他叫做可愛的槍手Engineer 哇你看他很可愛 他說他是擅長用步槍槍枝的武器專家 現實世界的他是一個看起來很像中學生 哇他在現實世界也太豪華了吧 他說他是一個天才少女喔 我一定選蘿莉啊 哇天才祭司蘿莉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破壞者 破壞者是一個大叔 他是一個花店的老闆 與外表不同 他有一顆美麗的心 OMG我好喜歡這個設計 天啊 他這個花店的老闆進到遊戲裡面以後呢 是一個狂野魅力的戰士 不會對敵人手軟喔 劍士啊性格豪爽的劍士 現實是一個年輕的上班族 有著帥氣外貌跟挑戰精神 哇這個完全就是王子 這是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可能成為的存在的感覺 那巫師的部分呢 迷之巫師 在現實生活裡面呢也沒有講他是什麼 看起來像貴族 不管任何的試煉都可以輕易的跨過 在遊戲裡面呢 則是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魔術師喔 流氓 頑皮的弓箭手 行動敏捷的遠距離弓箭手 在現實生活中呢 他是一個 淘氣鬼會玩滑板 也是一個喜好音樂的喔 雖然褲子看起來有點像是 剛 剛 遭受過的這個牢獄之災 沒有啦開玩笑這個是惡作劇的小孩 幻獸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很多很多很可愛的這些夥伴 而且他說這些夥伴呢他不但是幫助你的NPC 有一些夥伴甚至可以在遊戲裡面去捕捉跟訓練他們成為你的夥伴喔 像這一個星角一個可愛的企鵝 還有旁邊還有一個烏嘎烏嘎 然後還有一個大石頭人叫做木石怪喔 這是一個守衛的魔法生命體 地區的部分呢 則是目前現在開放的有四個地區 有克雷納斯東部 以及沙漠 這裡看起來很缺水跟魔女之聲 看起來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地方 跟雪原 有四個不同的地區喔 很期待到時候可以去體驗一下 而且完全都能夠體驗到這一個音樂是來自救師啊 他們的這一個音樂還有各種超厲害的聲優 以及吉普利的畫風跟風格 而且他說呢 王國呢 是有點類似像是 遊戲裡面的公會這樣的概念 你可以跟同伴一起玩 研究所、工坊、劇場 而且你可以自己量身地做屬於你的王國 也就是裡面的配色 始於什麼顏色建築物要建在哪裡 都可以跟夥伴互相的聊 官網上面還有一個一廊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有點類似遊戲裡面的一些美術集 跟一些影片啊 好 那說了這麼多呢 那團體大家都一定很期待這個二之國交錯世界了 但這個二之國交錯世界要怎麼樣才能夠玩到 並且要這個事前登錄要拿到最好的豐富獎勵的進行遊戲 那當然就是要進行我們的這個事前預約啦 進到網站上面以後呢 它會有一個事前預約 你點進去這個事前預約以後呢 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就能夠進行事前預約 你有沒有發現整個網站做得很可愛 有點像是你在填那個機票的資料這樣的概念 也可以看到旁邊有這一個我們的主人公跟這一個飛機 就是帶你進到新世界壯闊之裡的這種感覺喔 那也可以在這個Apple Store跟這個Google Play呢 去進行搶先的註冊 拿到這一個做起幻獸牛網喔 它的重點就是你要想辦法邀請五個人 並且他們都要完成遊戲內的任務呢 你就可以獲得我們很可愛這個無達達的帽子跟額外的這些東西 像是所有的玩家都可以獲得表情符號 小型藥水跟金幣 以及這個你的朋友為什麼要來完成 是因為你的朋友完成了這一個任務的時候 他能夠獲得10張券喔等等的 那輸入完你的手機設定好密碼以後呢 接下來呢你就可以到活動區 那上面呢就會從這個4月14日開始到6月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去登錄以及去確認你的票券 你登錄完以後呢他就會給你一張機票有沒有 很可愛吧 他的那個目的地呢是我們的交錯世界 那同心人數呢就是使用這一個號碼的好朋友呢 已經來到我這邊錄的時候已經有41個人了 因為我已經在FB上面就是分享了這一個資訊 那你可以在上面呢填寫你想要推薦的好友邀請嘛 即使你先事前登錄了 你還是可以輸入你的朋友 也就是他兩者是不衝突的 你隨時想輸入想推薦的好友邀請馬呢 就可以輸入 你可以輸入一個一個人 別人可以用你的好友邀請馬 你也可以用別人的 所以你可以兩個人互助 這樣是OK的喔 這樣是OK的 那我覺得這個事前預約呢做得很可愛啦 那有興趣的人呢 那當然趕快就事前預約一下 那你邀請馬可以用我也可以用你朋友 因為我已經有41個人了 所以可能用你朋友的會比較好 那當然你沒有人可以用的話你就用我吧 那記得也要去FB 追蹤第一手的消息 歡迎大家到這個二之國交錯世界 我們到時候一起遊玩